好,大家好啊,我是博的戏,继续更新脖子陪你看甄嬛 上期视频讲到华飞为了陷害甄嬛策划了母书粉一举 好在端飞及时出现,帮甄嬛化解了此次危机 端飞此行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帮助甄嬛,更是为了拉拢甄嬛为己所用 所以这善后的工作不能少 端飞的道理是因为甄嬛想纯元,希望可以拉拢甄嬛一同对抗华飞 但甄嬛不知道怎么多,只当端飞是一个正义使者 端飞愿意帮助甄嬛的理由有很多,但绝不是她口中所说的理由 既不能告诉甄嬛我帮你是因为你像春元 也不能说我帮你是因为我和华飞有仇 端飞为了削弱自己出手的目的性,只能随便编了一个理由 端飞这段话看似是在关心瘟仪 实则是指出母书粉一案的核心问题 瘟仪兔奶,甄嬛被移都不是巧合 而是有人利用折磨瘟仪的行为来陷害甄嬛,从而提醒甄嬛 木书粉这件事是华飞一党存心于你作对,从而激化甄嬛与华飞一党的矛盾 华飞有意陷害甄嬛,这种话众人都不会讲出来 甄嬛即便清楚也不敢宣之于口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这种话就是诽谤了 自己与端飞还没有熟到可以随便讲别人怀话的程度 所以面对端飞的暗示只能敷衍过去 曹贵人的这个孩子呀,本来是生不下来的 他怀的不是时候,生产的时候又是难产,胎位不正 险些搭上了一条命 可是皇上对这个孩子,非常的怜爱 这宫里头的孩子呀,看似尊贵 三灾八难的,比外头的孩子多多了 端飞这段话看似稀松冰长 但我们结合前后剧情来看,发现大有深意 端飞此行易于拉拢甄嬛 像甄嬛这种人并不会为了权势地位所动摇 反倒是真心可以打动她 所以拉拢她的关键几点 一是给予帮助 二是得到她的好感 三是取得她的信任 前文端飞为甄嬛出手已经完成了第一点任务 现在的谈话是为了达成其他两点目的 前面端飞直白挑明 是有人谋害公主陷害甄嬛的 但甄嬛因为不够信任端飞 因此并未深谈 说来也正常 一个不熟悉的人愿意帮助自己 难免会让甄嬛多心 所以端飞阐述了瘟疫的悲惨出身 试图营造一副自己是为了瘟疫才愿意出手的 大大削弱了此行的目的性 使甄嬛放松警惕 简单来说 端飞打了一张感情牌 为自己塑造一副喜爱孩子的善良形象 加大甄嬛对自己的好感 同时这段话也是在委婉的暗示甄嬛 曹清末这个孩子来之不易 自然是十分疼爱 所以能布下此局的 不会是曹清末 只能是华妃 此事针对你晚贵人而来 晚贵人要擅自保重了 本宫今日可以护你一次 却不能事事如此啊 信娘娘费心周全 先前取得了甄嬛的好感 现在要取得甄嬛的信任 端飞难得如此开诚不公地讲话 直白挑明 这件事你是被华妃阵影陷害的 甄嬛也没想到 一个平日并无交集的人 不仅愿意帮助自己 还如此真诚 毫无顾忌地提醒自己 可见端飞是一个善良热心的人啊 这样甄嬛也愿意向端飞散开心扉 平且有空 子弹过来 看望娘娘 端飞的话是有用的 此时的甄嬛愿意交下端飞这个朋友了 不必了 首先端飞需要的不是朋友 而是盟友 眼下取得了甄嬛的好感 这就够了 无需更多的维系感情的私交 其次端飞始终要维持一个 无党派人士的人设 这样既不会因为别人倒霉连累自己 也会因为自己的与世无章 使自己的话更有可信度 木书粉事件如此 苏琴对时事件亦是如此 这就是交盟友 但不交朋友的好处 并且若真和振华来往亲密 自己便会更被华妃为难 所以没必要自找麻烦 是 至此端飞大火全胜 木书粉这件事 看似是华妃针对甄嬛的无脑布局 但却让另外两个 置身风暴之外的人得到了好处 一个是曹琴墨借回了瘟仪 一个是端飞笼络了人心 这一句中 端飞做的并不多 完全是搭上了华妃的顺风车 我们回顾一下端飞帮助甄嬛的过程 总的来说 端飞做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但这效果不是针对甄嬛的 而是针对端飞自己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重点 端飞是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才进来的 她等的理由是什么呢 首先端飞此行是为了拉拢甄嬛 现在到了帮助甄嬛 笼络人心的好时机 但怎么帮 能不能帮也很重要 她必须要判断 甄嬛是真的无辜 同时皇上偏向于甄嬛 且伴随着自己出手 可以扭转局面时才能帮 若甄嬛真是下毒真凶 那不仅拉拢不到甄嬛 自己还容易因为做伪证 被牵扯进去 若自己无法扭转局面 那出手便是白费功夫 端飞出手 求的就是一个文准狠 若没有一击击中的信心 她是不会轻易动手的 帮助甄嬛是如此 扳倒华飞亦是如此 在没有一击击中的把握时 能做的只有极力的忍耐 其次端飞出场的时间点 也很有讲究 如此 朕 就只好让你禁足再做打算 皇上 当夜晚贵人 是和本宫在一起 端飞是在皇上下旨 禁足甄嬛后才站了出来 为什么选择此刻出手呢 若过早站出来 为甄嬛作证 甄嬛可能并不会 十分感谢端飞 唯有在甄嬛受到处罚后站出来 才能让甄嬛明白 此次陷害的严峻程度 从而发现端飞的重要性 更会感念端飞 最后端飞的证词也很有深意 那日 臣妾见晚贵人似有罪意 一时不放心 便同吉祥一同去看顾 然后啊 一同去了臣妾的宫中 聊了许久 端飞说的 并不是目睹甄嬛没有去往清凉店 而是甄嬛与自己聊天 这种甄嬛一听就是撒谎的话 为的就是卖甄嬛一个好 若仅是说目睹了经过 那甄嬛不会认为端飞是在为自己做伪证 只当端飞是一个比较公允的证人 是真的看到自己没去清凉店 但在甄嬛面前撒下大谎后 便会让甄嬛知道 端飞作证不是为了公允 而是切实的在帮助自己 因此感念端飞 这就是做好事留名和不留名的区别了 端飞不愿意做那个无名英雄 但又不能事后大肆宣扬自己的壮举 因此在证词上动了手脚 通过传达一个只有端飞和甄嬛知道的暗号 达到了自己做好事留名的目的 讨论完以上内容 我们再来思考一下 端飞在目书粉这件事上 对甄嬛的帮助大吗 看似是挺大的 解了甄嬛之困 还了甄嬛清白 但实际情况呢 目书粉这件事 皇上心里有数 禁足甄嬛不过是为了 做给外人看的权益之计 事后不久 皇上就能找到证明甄嬛无辜的证人 解了甄嬛的禁足 而端飞的出场 不过是钻了一个空子而已 提前走了皇上的下一步棋 但正是因为钻了这个空子 增加了皇上对她的好感 且笼络了甄嬛 所以端飞的此次出场 是机缘巧合下 选择合适的时机 合适的方式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真真是四两拨千金呢 像竞贫 新贵人等人 是经过许多事 才取得了甄嬛的信任 而端飞却轻而易举 笼络了甄嬛 真是妙 娘娘 这件事该如何料理采访 穆书粉事件失败后 华飞并不是平时那般大发雷霆 可见穆书粉一记 是华飞独自策划的 因此无法迁怒于旁人 是 平切已经想过了 不如找个人顶出去便吧 一了白脸 这样做能担保的是吗 平切敢担保 那便好 只要不迁出本宫就是 当然是无法担保的啦 眼下什么都不做才是正确的 才能将自己置身事外 立刻拉出一个人顶罪 不是明显心虚吗 曹其默的善后工作 一直做得不错 心下去想不到这一层吗 不是的 因为瘟疫的事 已经是曹其默与华飞 离心离德 所以此时的曹其默 不但不会替华飞考虑 反而要让皇上相信 瘟疫这件事是华飞策划的 这才方便日后借回瘟疫 这么看 曹其默也是挺可怜的 自己的女儿却不能过多亲近 算是身为母亲最大的悲哀了吧 也正是因为华飞的步步紧逼 才使得曹其默最终背叛了华飞 皇上每天陷在成山的奏折中 还要处理后宫这些烂事 心烦得很 由此几笔 想到皇后每天要处理这些琐事 算是两个大麻人的心心相惜了 是年将军的折子吧 说是西北战事顺利 一切平稳 年将军沙场征战 他的妹妹在后宫里头忙碌奔波 刚才一大早御膳房就来禀报 说掌管糕点材料的小唐出手认罪 说自己是一时疏忽 弄混了两种粉料 才致使公主不是 刚还了甄嬛清白 立刻就有人来认罪了 认谁看都是华飞在丛中作梗 皇后也想在此时机 让皇上处罚华飞 现在御膳房正的皇上室下 是要如何发落呀 他们倒是雷厉风行 一下子就找出真凶了 注意皇上说的是他们 而非他们 可见皇上十分清楚 雷厉风行的不是御膳房 而是华飞等人 人是找出来了 要不要就此了结 要看皇上的意思了 你怎么看 后宫不宁 皇上也无法安心处理政事 有人位高权重 却屡生事端 不惜利用公主 来陷害皇上心爱之人 臣妾以为 此风不可长 皇后自然是希望 惩处花飞的 后宫不宁 前朝也会不安 这件事再查下去 只怕会伤了将士们 沙场 征战之心 又是老生常谈的年羹摇 有年羹摇一天 皇上就要容忍花飞一天 忍无可忍也得忍 退无可退 也只能退 不得不说 此时的皇上有点帅 华飞不能动 但华飞身边 为虎作娼的人不能留 用小唐的死 去警告华飞 这件事 皇上很生气 希望日后 你能安分一点 好了 今天结束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关注三连 祝大家发财 爱你们哟